好,我们终于聊的差不多了 再聊下去的话,英凯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没有,这个版本变得还真的多 好的,那我们也是马上进入到我们这场比赛的第二局 蓝色方是黑色酒精,红色方KINGZONE 终于,这关键的一局要来了 如果这一局比赛黑色酒精拿下来的话 他们将直接进入到赛点当中 而给到KINGZONE将会是三个赛点的压力 如果KINGZONE拿下来 将会为KRKPL境外赛区取得第二次战设KPL赛区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对,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非常的难 黑友军不会给机会 属在蓝色他们的方直接搬掉了吕布 是,自己用过了 这个点既然你用的墙我就直接不给你 大家并没有选择把盾山先搬掉 可以抢吧,是吧 反正对于最初来讲 他上次在打E-SARPRO的时候就是拿到一手盾山 开团欲望极强 那一会看看,包括他们的鬼骨子也是总决赛级别的鬼骨子 现在江子牙的话继续被KINGZONE给搬了 在上一局比赛,KINGZONE在蓝色帮的时候也将其送上班位 现在是我用过什么,我搬什么 然后放出来一堆强势英雄 任其挑选 现在黑友军就是这样的 他,黑友军九折教练的观点是 我不认为有特别强势的英雄 我认为有特别强势的英雄组合 这是他们一直贯涉的思路 老虎也送上了班位 这也是星辰在整个春季KRKPL赛场上 88%胜率的一个英雄 只输了一次 而且KINGZONE搬掉一手攻森林 说明了他们想拿马可,真的想拿,但是黑友军九折教练 对,你马可波罗在盾山的面前你就拿不了 全给你挡掉 有盘古,有马可 现在KINGZONE给他拿什么 真的要拿了 盘古,盘古 但是感觉黑友军九折教练的前期入侵 就顶着盾山也得拿你 就拿自己最熟悉,最擅长,最有自信的英雄 但如果这一局比赛是盾山玩得好的话,星辰的伤害将不会超过20% 对,这个会对他的输出造成很大的压力 这时候盾山最早的时候KINGZONE吃过盾山的亏的 对 他们在使用鱼击的时候被盾山挡掉了大部分的伤害 但是这一次他们自己使用到了盾山,拿到这样的体系面对对面的射手 好,看一下右举竞的选择,刚才也是看到九成,使用到的是嫦娥 这局黑肉举竞可以选择把王昭俊拿了,以选代班 也可以选择直接抛边路 直接出野河 那个露露和关羽 真的,KPR队伍见到马可波罗,现在优先选的不是凯了,是关羽 看到马可波罗先选马 第一时间先找切你的人 我一刀凯下去你就废了 我还记得昨天的那一刀 而且,当你的控制链全部交完之后,关羽的控制是可以持续的 就是你的大招是很难推全 现在张飞又出来 二个出完,出三个 张飞拿了之后,其实会对马可波罗有个很好的保护 但是张飞见到娜和露露就会很头疼 是啊,而且这个英雄在前期 他主要是觉得前期娜露露对他伤害不是很高 他还可以比较好的去探测视野 关键是看看Kingdom后面几个阵容 能不能选择入侵性比较强 因为目前看来他还差两个 一个,还差一个边路 还差一个中路 这局中路对于Kingdom而言 我们之前说的山光王尔 可能这局真的逃不出来了 因为有盾山的存在 太克制山光王尔了 他有可能想拿沈梦希 对,他们感觉他们想手中他 而且Kingdom在红色方式先抢他 你把王昭君给对面也不影响你玩这个 他是怕 对面拿沈梦希吧 他怕对面拿王昭君配盾山打combo 这是很大的,而且对面如果盾山 不太会了,不太会了 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阵容的组合搭配 中路现在都还没有选 不知火5也给搬掉了 搬了一手九层的英雄 对 九层不知火5会给到C位很大的压力 在对方已经有纳克露露以及关羽的情况下 他要尽可能的把蓝让给到纳克露露 所以不知火5是目前来说较好的中路选择 嫦娥上去比他也用掉了 现在九层还要选什么英雄 他选出来的中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要要蓝的 上光玩要蓝 祝不亮要蓝 沈梦希倒是不要蓝 但沈梦希我觉得对Kingdom而言直接拿掉会好一点 对,直接以选代搬掉 但是现在Kingdom拿到马克波罗之后 他也想拿到一个去吃蓝的一个大禁忌点 沈梦希直接拿了 还是选沈梦希 还是选沈梦希 这样的话没有压力了没有包袱了 但是这边HERO九层害怕针对到关羽巴开给搬掉 对,这一局比赛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Kingdom他是不需要蓝吧 对,他不需要蓝吧 他并不是那种固定思维去给你打 对,所以HERO九层这套阵容的话直接反红就可以了 对 你说的有道理 说的道理 但是看一下九层要不要掏上光玩这一局 直接直面对面的阵容 打节奏双刺客 这个核心直接来了 上关玩 因为他这边没有太大的限制 他拿上关玩其实和露露比较好的能够打起一个进攻节奏 只要第一波把这个兵线给他到达四级 带起节奏 再加上给陈下拿一手坦兵 猪八戒 我的天哪 猪八戒加盾山 而且上关玩这个英雄和露露是一共存 他并不是去抢蓝的英雄 他不是那种无限续航的 我一个大招放完第一波团结束了 所以只要我第一波团能够到四级放出来 抢到暴君 进入篮区 那么对于黑球球阴来说 没有什么经济分担的压力 是啊 肉夹馍又出现了 但这次的肉夹馍可不一样 这是来自中国的肉夹馍 这个肉夹馍可能比刚才那个凶很多了 可能会更好吃一点 这个更地道 更地道 更符合我们的胃口 这个馍更香 并且我们是从西安刚刚回来嘛 哈哈哈哈 体验过真的肉夹馍 是 看一下Kingzone的这条带线编绘 让谁来凯是不错的 刘邦加马可 刘马组合 这个选择的话 倒是给队伍当中多了一丝保障 Counter了一手上关玩 对 而且还有了一个带线的功能 那这样吧 这四级之后 九成你如果要刘边 不刘刘邦这一路的话 你刘另外一边 基本上是很难杀死人了 是啊 张飞刘邦 搁来一个盘骨后继也可以 但是这样的话 盘骨必须得跟团了 刘邦去带线 对 但是面对到关羽的时候 关羽其实很难让刘邦 直接就顺利的起飞 想飞谁就飞谁 但没那么 就是我觉得Kingzone 这个这种想的好 叫保的好 你看几个点全是保护点 输出点太少了 对 远程消耗点保护点 全靠一个 清晨的马可波罗射输出啊 然后就是Core的神梦西 关键他的神梦西 现在前进是防守的姿态 要打进攻的话 其实他比较难 而且你要知道 神梦西这英雄要 他的最大作用是 炸你的后排脆皮 Hero这边哪有后排啊 这群体往上你脸上扑的 对 他现在只能炸自己 五个前排 对 往前冲 不然你死就是我亡 还要把你炸在一起 Kingzone这个阵容 跟刚刚所打的VSG的那局 马可加上神梦西是一模一样 配上一个张飞 就类似于有点双poke的 这样的一个意味 他们必须 这阵容必须得先打消耗 才能跟对面接团 因为他们的伤害 主要集中在这两个人手上 你得先把对面血线压下去 但对面又是刺客 是属于那种 凸脸型阵容就可poke流 是 是怕这种及时的开场 还没等我打血线 你就已经扑上来了 团战已经开始了 是 这是现在阵容选择的问题 你看现在韩国的主持人 韩国的解说 已经下场去跟这个Chin 进一个沟通 我也想下去 但是我们的耳机是有线的 这个很像我们之前的 那个现场MC那种感觉 对 拉来GG 对 好 那我们来重新回到阵容 回到阵容里面 但是我觉得Kingzone这首张飞 是一个他们团战的制胜点 因为他是可以把对面的刺客 第一时间给打开了 打反打的 就是张飞 张飞也是作为 反制突脸型阵容的一个 最好的辅助 也是770亲自选取的这个应用 那这样的话 他其实可以一定程度带动这个节奏 对 但拿到张飞的情况之下 他可能会在视野的把控上 比上一局做得更好 是 就看他能不能把队友调控到位 对 而且他有足够的避战能力 也就是说如果当对方 五突脸的阵容冲过来的话 他发现这波团战不能打 他可以劝退对方 是的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呃 在韩国的夜空 一轮明月 我们想到了月梨 哈哈 但是在这个时刻呢 欧阶的大楼也是 逐渐的暗了下来 亮了起来 比赛还在继续 比赛变得越来越激动 我们感谢统一冰空茶的热血助力 青春无极限 不服球阶战 邀恩一起来见证精彩时刻 这一场比赛 将见证着Hero酒精 到底能不能率先抢进赛点当中 而King Zone 又能不能像Nova一般 面对着KPL介绍的大山 将其拿下一局 展现境外赛区的实力 这个大魔王 2018年的两位大魔王 第二局的交手 第二局的交手 第一局King Zone已经感觉到压力很大 又酒精平推制胜 完美运营 但是King Zone 也打出了前两波优秀的团战 现在我们要去报告 看看前三波怎么样 来进入今天的比赛 蓝色分Q9金 红色方 King Zone Dragon X 我是班长级的小兽 英凯 我是瓶子 我是瀟灑 进入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烈 非常多的小伙伴来到了现场 我已经感受到深深的热情 开始扇扇子了 你也感觉到热了 你这是灯罩的 这个就叫夏季冠军杯 你知道吗 好 看一下中路的抢线情况 陈凤希 武雷直接把兵线给炸没 而九成毕竟是个上关玩 前期一级的话 清线速度是很慢的 是 下落的对线 马可波罗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对 然后关羽的话 对到刘邦 刘邦这边分线做得很细致 就我不会让你飞 就两边 谁看 这个暴君看谁先四 看谁先支援下来 都是打支援边的 而后这边的刘邦 也很难在线上被关羽给击杀 但他的清线权一定是落后的 看看最初先报过来个七零 七零这边带着星零开始反打 但是没有用 因为现在的马可波罗没有输出 对 没有伤害 中路两个人单挑 九成 现在他没有拿到蓝 因为他必须要把第一个蓝倾斜给九龙 他一定要给到野河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必须先回家 这也是在整个2019年 黑肉九进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九成在2018年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阵容 就是陈下他拿到任何的打野 他都会把蓝buff让给九成 这个位置直接冲进去 来 先停了一下 七零三选 一口男奶了回来之后 再来一个大first block 九龙拿下了人头 七零零的张飞阵王 这就是黑肉九进 这就是黑肉九进 也感谢番目谈力方面 大家带来的一血实力 无惧挑战 扫码购买 可以解锁 选择挑战 是的 看到了九龙的 纳克鲁鲁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而星辰的二二技能交得非常的果断 嗅觉灵远 他并没有被打出太多的伤害 是 他这一波就是有预谋 盾伤二闪之前 纳克鲁鲁已经赶过来了 对 而且是一个全技能状态 就是他们要打combo的话 一定是提前智慧一下队友 让队友能跟得上 我感觉Q有九进其实能够感觉到 七星零在这场比赛 拿到张飞之后的这种想法 是 所以就盯着你张飞 在前期最弱势的时间打 又没回来 这个位置开个一技能 打一下飞起来 但是伤害就打到了一个蓝buff的身上 有点难受要走 这波cd先有点长 对 前下把人拉过来 但是星辰这边没有伤害 但是还可以一直消耗一下 对 金座反而倒是接到了这条龙的控制权 但是九龙还在等下一波技能想抢 对 九龙进去之后抢到了 漂亮 在进场一波反打 有四级的Hero9进 这波团可以正进行攻击 关羽来了 但是马可波罗钻了一个大招 直接秒掉了盾山 此时的kd已经阵亡了两人 而星辰一丝血直接塑到了塔内 这边猪八戒一个人滚在里面 肉蛋战车拿到双杀 是的 九成这时候已经有了大招了 这波真的是 我先走等一波技能 我再回来抢龙杀人 你看这个就是假打龙 这是打架 是 就是如果他们硬在这个位置 刚刚硬要拿这个暴君的话 我觉得Hero9进去就亏了 他们是先回去等一波技能 如果能抢到这个龙就可以反打 主要是九成他在刚才那个位置 把大招给交掉了 注意看这个只有那个路是有大招的 就他一个人有大招 但是没有关系 金举一大招乘机拿下 对 这时候再冲进去 疯狂输出 九成这一场团战 从头至尾 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交了一个闪现 放了一个一二技能 打了一波输出 还没有把星成杀死 这就是上关完没有大之后 真的就是无力 就尴尬局面 因为他比较的 有一个冷却期 真是没有办法的 而且刚才 九成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在没有战争爆发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的用大招进行位移越强 因为CD时间其实并不长 对 四秒钟 九龙非常的细节 这个成绩 这个大招太关键了 这也是九龙 因为九龙 所以Hero9进 可以在这一场比赛的初期 在第一条暴君的团战 打出如此大的一个经济差 大招直接被我来 漂亮 直接还没有起飞 就已经把人带走 对 再利用自己的RE技能 相撞出发 被动回血 这一波是把Hero 换到了下路来 但是意义并不大 现在想让马可 用红BUFF去黏这个宁致的关羽 对 马可波罗打关羽的话 是在K票场上 是有出现过单杀的 是 谁都单杀过谁 对 当时我记得13 就完成过很精彩的表现 是的 但是像上路的张飞加马可波罗 压关羽的塔 两个人是不够的 而且九龙在系列方面做得很好 你看 他其实已经抢到了八级 在边路又抢到河道野怪 一直在压制着盘古的一个发育 因为他是队伍的第一核心 这个位置 抱起来 直接顶到墙上 最初这个位置已经是无间不摧的 张飞一个大刀 但是并不能把最初给喷走 站起来之后 所有人的伤害 全部打到最初的身上 但是J1已经阵亡 纳格路跟过来之后 直接收割城下 拿到了马可波罗的人头 而710特复到自己的塔下之后 凝芝一头直接冲死了 张飞 哇 这个打弟弟真的是不留情面 关羽进场 连推两下 直接打了一波一换四 是 这一波直接可以约塔 把中路这个一塔打掉了 能够感觉到 在这一波团战中 Hero酒精有条不紊 你看 九龙在这一波 先抢到蓝帮的情况下 先撤出战场 等待第二波大招 对 再次进场一屁股做到三个人 拿下了人头 疯狂输出 纳克路的常规操作 对 但是他在这一旁比赛 就是因为这个常规操作 把Kingdom的所有人的血线 全部压到这一地 也正是如此 他可以才把蓝帐给上关玩 对 九成的一波单杀 九成先上天 把这个比他第一级的JY先杀掉 这个位置是在草里蹲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纳克路 先拿蓝buff 然后再杀 你看刘邦这边想传给沈梦西 传下来之后再参团 没办法 但这时候纳克路经常已经收割了 我觉得就是CV之间的保命 他一直在让自己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在进行输出 对 打完了之后 纳克路他不到半 掉的血没有一半 也就是说现在QQ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他已经没有像原来一样的 我只打一个单核中核 或者说我让宁芝变成隐形的编合出现 现在已经可以让九龙彻底在野区变成野核 缠下完美的圣人 他在编路 不管是作为蓝领也好 作为战编也好 所有的任务 他都能比较综合的补充上 又来了 在野区 看一下最初正面吃到了马克波罗 一技能直接被打到了残血 而Kingzone做出来的选择是把 马克波罗变成了自由人 进到了野区 让函谷走到了上路担待 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好事情 就是物尽其用 因为他不擅长说变成组核心的话 就变成那个团队的拼图 就是最好的事情 是 现在陈下拿了一个猪八戒 你看 如鱼得水 他拿猪八戒 打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压力 对 补刀低一点 反正我要不要钱 我把刀全部给上路玩来编路吃 一会你看你给到中路补刀 你就知道 为什么他的补刀这么低了 对 他就是 他真的跟九城是个绝配 不是 这个猪八戒 他就本来补刀能力就弱 你看 现在上温玩的补刀 已经超了这么多 50刀 50刀 而且在下路多补了几刀 主要是猪八戒他的伤害低 能吃到兵就不错了 就不要指望着补刀了 又来 JY再次被抓 这个被单抓是最伤的 这个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在倾限 对 从现在开始 Hero9戒就是两个懒吧 现在心里有点拦不住 想要把人王回拉 但是好像慢了一步 而且这局 King Zone是poke流阵容 对面又是全突连 再加上现在经济的劣势 只要团开起来 King Zone是基本上打不过的 现在阶段 所以Hero9戒这个双刺客核心 可以在前中去见到人 就可以直接开了 而且King Zone这边 对于蓝区 因为不需要太过多的防守 因为他们不需要蓝 如果正面要硬防守的话 那么Hero9戒就可以借着蓝buff 去跟King Zone打一波团 那么这一个蓝区只能拱手让给Hero 这样的话 他们的中野都可以拿到蓝buff 对 这样的话对于Hero的双C来讲就很舒服 这个就跟我一开始在赛前的时候说 就是这个上方码和纳路 其实蓝并不冲突 就是一定要 首先是你要给他四击 四击之后 你把对面的蓝拿了就没事了 对对对 而且King Zone这边的问题就是 我知道你好像你要抢我的蓝 我也拿一个不要蓝的阵容 我这样的话我逆风有到打 不至于说没有一个蓝区 完蛋了 所以现在金插虽然差了六千 但是七七零还是在想办法找办法去打 但他也有点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面 他现在一个人去探视野 但是状态不好 Hero开始动这个主宰 主宰似乎不是很敢打 七七零手里是有大的 再加上凝职关羽的一个位置 是让King Zone不敢往前走 还没有消耗就已经半血 而且把这个主宰先碰了一下 七七零不敢走了 七零现在我想看一眼 就是不让你打就可以了 对 King Zone也没有抢夺的能力 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Hero选择了戴线用线去拖着King Zone的人 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Hero现在是这样 我不管我打不打龙 我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让你跟我打架 再次要跟他抢一下 九成这个真不是断荡 这一波直接上天 对 你的C非常快 但是这波差一点 关羽一巧 这个大其实跟断了没区别 对 这个大招是被关羽断了一下 他自己也交了一个闪现 因为上关晚上这波其实没交闪 他交闪的话 应该也很难杀掉Hero 所以他留了个闪 他逼出了刘邦的闪现 下一波再抓的时候 这个刘邦就很难走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黑龙群 就是去找刘邦 因为我知道你没闪了 趁着你的CDC 牛久经先站蓝Map区 那洛洛一屁股先坐进去去 拿掉这个篮 这个篮是想让给 九成用大去拿 你看 因为七亿零站在旁边 我跟你说 今天九成这场比赛 就向我们证明一点 不是说他的上关玩 怎么怎么着 就是告诉大家 我现在上关玩不用断大了 就永远不会断大 打什么我都不断大 我啥 打啥都有大 而且刚才是看到谁 主要是七亿零里面 拿着帐八射猫站在旁边 时刻准备转你一下子 他也没有成绩 他站在旁边想转你 对 这位置抱起来一个 九成不上了 直接拉回来了 对 这样大招的CD会短一点 不用强行上 对 但是把对面的 这别死了更难受 回家了 少了一个眼 听纵人根本不敢靠近 直接稳定开主宰 刘邦在下落只能带线 Core这个位置很危险的 一技能没赚到 还好 赚到的话估计就半血了 关羽的装备很暴力 反甲加上暗影战斧 就是针对马可波罗用的 他这局打团的时候 只用去管星辰的马可波罗就行 沈梦兴和上关瓦 就是交给上关瓦去处理 纳克鲁鲁也会直接去盯对方的 纳克鲁鲁慢慢打前派也没事 对也可以 因为对面现在很脆 是 刘邦他一定是带线的 团战发起的初期 就只有一个辅助的张飞 也很脆 对 纳克鲁已经早已到15级了 对 而对面的很多队员现在只有11级 你看包括张飞 11级 JY12级 最好的马波罗14级 纳克鲁鲁鲁一闪 拉回来一个 直接控死星辰的位置很危险 刘邦给个大招 在进场转一个大 转出来了 直接杀到了九龙 九龙的阵王没有了野河 但是上完完这一波冲进去之后再一次被杀 一波战打完之后 Kingstone是一个一换三 这边还要再继续输出 竹八戒一个人扛在里面 黏着沈梦西 竹八戒太幼了 一刀直接批到了残血 Kingstone这波团战打了一个胜利 但是自己的防御大家全是敌方兵线 现在是一个一换三 这刚才这一下 我只能说是Q9精没有配合到一起 第一时间段陈下 九龙第一时间一屁股是做到了七警龙身上 做到张飞做到半血 但是张飞回身一个大招碰到了三个人 把这个团战反手给打起来了 这一波团战陈下开得太莽撞了 他一个人冲到了最前排 而队友最起码得交两个闪现才可以跟上他的距离 强行杀 强行去跟猪八戒的一个控制去秒 对面的马可波罗 他留下了星辰 但是刘邦的一个大招把马可波罗给保了下来 虽然没有落地 但是给到效果了 对他把马可波罗保住之后 马可波罗大招转全 把九龙的纳可路路给秒了 好在不亏的是 宁芝在来之前把边路经济清掉了 把边路线清掉了 把中路线清掉了 这是好在 这样的话 KINGTON没有更好的机会 最后仍然可以把这个 天安保军控在自己手里 对这一波团虽然打输了 但是他们还是有着视野的主动权 对 你看陈下一个人 依然是一个九尺丁华 看住了一个张八舍毛 三方团关于没有赶过来 但是刘邦给了个大招 KINGTON这波算是4.5 5.5打5 4.5打4 3.5打4 数学鬼才 数学鬼才 一人一天嘛 昨天是英改数学鬼才 是不是明天该轮到我了 是 清醒一点 明天带个计算器来 明天我带个计算器来 不过说实话 这个张飞在团战当中 对KINGTON真的是太重要了 抱起来 二级跳走 九尘不飞了 人不飞了 不飞 保证下一波团开起来的时候 手里有大 是 来了来了 看一下陈下蹲的这个位置 关键是队友不太好跟 因为冰箱清得很快 对 而且还是离塔下太近了 然后又把关羽 给到了刘邦队线 牵制到被刘邦牵制住 因为刘邦随时可以支援的 关羽你看 不过还好的是 KINGTON也没有想给你在上楼打 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关羽 就是看好他 不让他飞起来 因为刘邦想要飞的话 你既然带的是闪现 你不是进化 您只随随便便 现在一个二人能过去 要给踩断的 但是说不定他开大的时候 我交个闪也可以 我还夺你一个顶就行了 我这样可以飞过去 那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刘邦吸引到了 黑肉肉的注意力 先看这边陈下被留 直接被马可打出被动 但不敢转大 他是留住了别人的反省去留 但是JY直接被一条给收掉 马可不得进场之后 一下不过打出了明刀效果 九龙撤出 所有人上海全部进场 九龙 九成的一个大招 直接刷死了星辰 而宁芝拍马赶到 側翼杀出 再留一人 一换三 漂亮的一次反省 这块负责有二十多秒 中路有兵线 这一波很难防守了 还进场找着机会 对 KOR把所有的技能都交给了下路 但是中路的所有人 都已经顶到你的水晶下方 一刀一刀 披死了 净乎满血的KOR 只剩一个710 是的 710手机还没有大招 抱回来 团灭兵线 顶到的水晶下方 恭喜HERO酒精 冠军表现 无懈可击 2比0率先进入赛点 HERO酒精 只能说他们的常规操作 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是常规操作 一波一场 一整场比赛 就只有一个失误 但那个失误的话 并没有让HERO酒精 丢掉整个比赛的主动权 是 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队友 因为他们前期累积下来的 打下的江山太大了 对 而且凝职邦娜弥补了这部分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全队 这是团队 真的是一个团队 特别究竟绝对是 铁票所有队伍里面 目前看起来 最有凝聚力的几支队伍之一 但是现在KING ZONE 确实感觉到 就是没有让他们有后期发力的点 一直都是批语防守 不停的防守 KING ZONE这支战队 在我们整个王者荣耀的赛事上 是被很多人所知晓的 不单单只是七七零和星辰的加入之后 而他们之前的话也是有足够的统治力 在整个2018年的期间 他们也是在尽可能的去挑战着KPL 没错 并且也是跟KPL的一些队伍 在训练战当中进行约战 而且今天的这两局看下来的话 KING ZONE在前期的一些打小优势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实力 就经常能拿一些小优势 但是这些小优势准备进一步扩大的时候 对 他会被他自己的一些细节没有做好 然后被对手抓住 直接打了一波反打 然后就一决不振 后阶不足 这种一决不振很像是我们原来小时候在听数学课的时候 听到特别难的题 有一个点不懂 后面就全听不懂了 但是我今天在看到前两局比赛的时候 我发现了KING ZONE一个问题 就是他在对阵到HERO酒精的时候 似乎有一些不敢打 为啥为啥 不够自信 不敢主动发难 现在都是HERO 你看我们从这场比赛整个王者时刻来看 都是HERO在找主动权 都是HERO在开他们 他们没有去主动的开别人 即使一波优秀的团战打赢了那一波一换三 也是由KING ZONE 也是由HERO酒精提别 对陈下先开的 因为他们主动权一直把握在自己手里 对 来看一下这一波 九龙直接进场 他先打一套 他先规避了一堆AOE上海 对 再进场 进场之后 收割 然后由凝芝拿下最后一个张飞人头 就是这波 猪八戒闪现过去近身开星辰的马克波罗 对 盾三二闪直接背过来 大招卡住位置 但是刘邦给了一个大招 是 马克波罗顺势转大 直接上配合张飞 这一吼 开始开到了 墙也拦住了 人也留住 关锋是个好猛 对 关键是你背面 藏了一个770和一个CRO 这两个人藏在背面打出伤害 就绕到敌方后排了 还好 还好这一波兵线处理的没问题 这里也是 就所有的团战比赛 全都是由KING ZONE这边被动的 全都是由HERO酒精主动的 其实他们怎么开都不亏 因为主要是这样的 猪八戒进场打你一套 然后首先王辉撤的时候 先用一斤的回血 再拿大招拦住一部分人 来的所有的队员 都可以把他们往枪上打 对 我可以理解这道阵容 它是一个打反攻的阵容 他是有张飞打反攻的阵容 但是你太被动了也不好 我觉得可以在阵容上选择一些 能够主动发难的组合 其实我觉得盘古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主动的英雄了 但是这局JY并没有能够把他的一个作用 前期的一个侵略性强势之处打出来 没办法 他们可以在考虑在下一局的时候 在辅助位置上配一些能够强开的英雄 比如鬼谷子等 主动一点真的不能被动 那就只能让星辰跟770打配合 让星辰回到一个野核的位置 一开始星辰拿到马克波罗在面对对面盾山的时候 仍然打出了30.4%的伤害 但是问题是 这个伤害没有收割就没有办法 所以陈夏扛了快40% 就陈夏这样 我一个人一个猪跳起 你看他太 他真的太适合去完成这样的任务了 你发现 他真的太适合去完成这样的补位的任务 当然了T-Cross给我们大家今天带来的MVP是九成 九成 但其实我觉得今天陈夏表现还不错 但那波失误也是他的 如果没有那波失误的话 功过相抵 所以MVP给九成 怎么回事 九龙这局其实纳格罗打的也挺不错的 也还可以 他到解说 解说了 他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一直保持一个经济一号位 对对对对 是这个情况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赛 发现黑球酒精确实一直保持一如今往的冲击 稳定 怎么说呢我觉得 这个肯定看不出来 Hero酒精真实实力 对吧 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必须要 就告诉大家的就是包括我自己的感受 就是Hero酒精在对阵到Kingdom的接下来这一局 让我们看到他们的零失误 就是刚才是一失误 对 希望下一局是零失误 第一局比赛打得非常的漂亮 基本零失误 对 因为有两个小团是被对面抓住主动机会了 对 也算是有小失误的 但是你自己主动的时候不要出现失误 就把Hero酒精现在对自己要求高原变成完美队 对对对 这个就是现在来到世关的舞台上 我们对于KPL赛区的这种冠军队伍的要求 对就是我们必须要拿出自己最强的实力 在零失误的情况之下拿下每一局的胜利 好 因为Hero酒精现在在A组的一个处境是相较于其他三支KPL队伍更烈实的一个局面 对对对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先是跟自己KPL队内聚进一个竞技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而在A组的对抗当中他是没有办法复仇的 A组的就是AB两组的话 在我们的小组赛期间是组内单循环 BO5 他输给了Esta Pro之后 这一分就永久的丢掉了 不能再打了 对 所以希望在后面的比赛 Hero酒精都能够变得像清阳阳无懈可击 也非常的感谢2019年KCC王主要世界冠军队的官方合作伙伴